沒到飛魚季節 在蘭嶼處處可以看見 竹人庭院曬滿飛魚乾 不過近日沒雨季節 連續多日雨天 竹人無法在外曬飛魚 只好改在屋簷下 燒木採煙燻飛魚 利用煙燻使飛魚內的水分瀝乾 達到保存效果 過去在傳統社會 也會在廚房內煙燻飛魚 族人說煙燻的木材 挑選就很重要 由於時代變遷 族人都構置冰箱保存飛魚 但還是有不少族人 依選傳統來煙燻飛魚 族人說煙燻的飛魚 除了自己使用外 送禮的時候 也更具海洋民主特色 有時新聞下馬尼加 聲談東南語採訪報導